如果说杨超越是靠选秀从底层一夜到了罗马 那么于书星就是从罗马出来 体验了一把接地剂的红利 一个靠选秀成了流量小花的代表 唱跳双飞也得高位出道 人送外号 曾经理 一个靠选秀成功翻红 曾经缩腰的槽底 如今已变成了可爱的小搓镜 两人之所以频繁被放在一起比较 是因为她的身上都有着业务能力 过关的争议 杨超越在选秀节目中 给观众留下最深的影响 就是唱跳双飞出了不什么都不会 而于书星在节目中不靠一句 哇哦 成功出拳 够作够点 为主实力不够 杨超越出道两年就完成了 从底层到作为特殊人才 过普上海的一期 于书星成端一年就完成了 自己作为演员身份 出道五年都没能拿下的 S级项目的大女生 可以说杨超越和于书星 两个人扛起了美丽飞舞的大气 但他们俩真的只靠眼 真正完成了天真 同样的剧本呢 于书星到底有多有钱 在《青尼2》自我介绍时 他夸的是价值22万元的 香奈儿鲜亮粉包包 机场似乎带多万表价值35万 全球只有30只 这么有钱的于书星 为什么要奔娱乐圈 一年集中 为了争取一点女主角的机会 直接说 张浩月他将像那个 盘森林出来的那种 蜘蛛精 但就像对手张浩月说的 他们有这样的天真 是因为他们一直被保护得很好 直接说出自己感受的于书星 做到了观众想做 却不敢说的事情 在被带朋友上 于书星却是温柔又浪漫 一年集中 王润泽的奶奶 因为家庭贫困 没签买车票 于书星就自掏腰包买了机票 王润泽才得意和奶奶建成一面 在面对选择时 于书星也有着过多年龄的新兴 曾招一和莫涵竞争随位时 莫涵还想再争取一次机会时 于书星说 如果我们现在在于书星 那我们的图卡 就是没有一遍的呀 静静且真实的于书星 成了每个女孩想成为的人 如果说于书星 是满足了粉丝的牧强精灵 那么杨超越就是满足了粉丝 逆天改命的下想 杨超越拿的是逆天出道的剧本 在前默默无闻经历了恶意剪辑 前往群潮 也就高位出道 为什么杨超越 风影而出 在成为女团成员之前的杨超越 做过女工 当过服务员 后来被2000块钱 还广泛的待遇打动 加入了CH2女团 日常工作是在游戏漫展上做直播 直到被创造101节目中选中 她坐着老师乘车车 去上海全家的学校 因为经历过底层的生活 所以杨超越才会在被问道 如果你是世界之王 会做些什么的时候 回答 你不要钱 在录制节目时 考虑到学生的自尊心 提出不要用评论学生 中四个字代表孩子们 在全网黑的时候 为了不让支持她的本思维功绩 悄悄地删掉了她们的留言 就像人物专访中说的 未经俊化的杨超越 是娱乐工业的公平 正是因为她的温柔 无能力性 才让她成为了 替代的武装 对师傅的人 就有态度的考虑专家